宣布此官的祖莱达找到归属了 全民党毋庸置疑已经成为一个烂党 祖莱达已被证实接纳为全民党党员 并任命为后任主席及实权领袖 即刻生效 全民党主席孙伟轩做出这项宣布时表示 全民党将召开会议 对党章进行重组 以使领导人的换届程序能够有条不紊的完成 巡集指派主席是否意味着替代孙伟轩现任主席职 他说当我无法主持会议时 指派主席就能全权替代我主持 由于这场记者会只会由孙伟轩回答记者提问 人也在现场的祖莱达只是发表感谢感言 并没有在记者会上回答提问及发表其他看法 银行存款倒提事件越发猖狂 而受害者全部都是华裔 今日再出现一名华裔男子 控诉银行存款内的48000令吉 被不法分子转走 以及一名华裔商人的公司银行户头 被盗取10万令吉 闹得人心惶惶 行动党单纳拉 大州议员张玉刚认为 银行发生多起盗窃案 如今已非个案 而是出现了大规模的金融犯罪活动 政府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彻底调查政府机构 是否存在内鬼和不法分子里应外合 出售个人数据 或是政府的数据库被黑客入侵 这也是事关国家安全 政府必须以最高级别迅速处理盗窃 和个人信息泄露事件 他发表声明 警告称 近期银行盗窃和个人数据泄露事件频发 张玉刚警告 如果政府继续无所作为 或为过于人 会使民众对金融监管失去信心 也会严重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 让外资对我国市场投下不信任票 以上事件皆涉及政府和金融治理 两种事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 但其实这都涉及人民财富 考验政府对金融安全监管 和个人隐私保护的治理能力和姿态 他指出 至今国家银行和相关政府单位给人的印象 仿佛事不关己 没雷利风行处理 令人失望 张玉刚指出 网络时代 人们习惯线上购物 及处理金钱事物 稍不慎 极多诈骗圈套 根据警方资料 2018年至今大马人民 因网络诈骗而损失 高达15亿令吉 张玉刚警告 马币贬值 股市违米 外债膨胀 国家储备金下降 都是市场陷入危机的强烈信号 政府不能把问题都归咎于外围因素 而关键原因在于我国缺乏制衡 监管 透明和问责 导致市场信心和信任 每况愈下 他指出 银行和金融机构 必须承担更广泛和重大的责任 确保人民的存款 不会莫名其妙消失物中 马华总秘书拿督张胜文也认为 如果银行内部调查中发现内鬼 就要公开透明处理 他指出 如果哪家银行承认内部调查 抓到内鬼的话 不会导致公众对相关银行失去信心 反而会增加公众的信心 他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从新冠疫情中可以发现 应对危机最重要的是透明度 因此 在他看来 如果一家银行承认抓到内鬼 会增强公众对银行的信心 相反的 在这个网络世界里 一旦你试图隐藏它 就会有更多的流言蜚语 张胜文不能排除内鬼的可能 但现在没有任何证据 因此 国家银行有必要进行彻底调查 以回答广大公众的疑惑 他说 最近报纸上也有银行 向第三方出售个人数据的报道 这也导致很多人接到陌生电话 包括买房找工作 张胜文提到 马来西亚有个人资料保护法令 不允许任何机构卖掉个资 如果金融机构卖掉个资属实的话 已属于犯法 国家银行应该马上采取行动 他称 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 也收到一些案例 包括有学生申请奖学金 或父母净钱给孩子之后 有关学生在不久收到 很多类似的买卖或征聘的电话 到底是谁卖掉了我们的资料 我们也希望国家银行能够去彻查 他说 使用手机APP来交易 打游戏如今已成为了一种生活习惯 但过去很多人往往在下载APP时 忽略细读条例 只是按同意 无意中已同意了授权 给不被信任的APP 这的确是一个安全漏洞 为此 张胜文也提醒大家 现阶段最重要的是 删除没有用到的APP 或者删除下载过的 未知来源程式 或不信任的APP 国阵主席拿督斯里阿末 扎西批评反对党 一直对现任政府 贴上鸡牌政府的标签 但却又应害怕败选 而要延迟举行 第十五届全国大选 他说 反对党一直抨击 现任政府是冒牌政府 并一直批评政府的政策 但他们却又不愿尽快举行大选 以选出一个稳定而强大的新政府 他说 反对党曾因新冠疫情反对举行大选 现在则提出通胀等理由 来掩饰他们的担忧 反对党希望赢得时间 以获得足够的空间 再次撒谎和欺骗人们 当呼吁举行第十五届全国大选 还政与民选新政府时 反对党很生气 他们指责举办大选 犹如不关心低收入人民的命运 阿莫扎西在面子书发文反驳 同时声称自己一直心系人民 他的观点是 第十五届全国大选 是人民重获强大政府的最民主一部 有一个稳定和强大的政府 才能更有效帮助人民 国家可以更好的应对任何挑战 毕竟 联合政府在第十五届全国大选之前 只是暂时的 这获得一致同意 只是为了那个22个月的政府 自行垮台后 国家行政的连续性 也看看现在掌管实务 原产业和经济的部长 来自哪一个政党